通过仪器测出它之间的这一个角度 以及倚之点到位置点之间的距离 水平距离D 那么在两点之间的坐标差 这两点之间的坐标差 这一个就是Δ1 这一部分就是Δx Δx呢将会等于D乘以Cousine 这边的Δy呢将会等于D乘以Cousine 那么如果已经知道这一个点 它的坐标为X0Y0 那么X0加Δx将会得到这一点的坐标 Y0加上Δy将会得到这一点的Y坐标 对不对 所以角度和距离联合起来 可以确定点的平面位置 这样的话 第二章它是用了确定高低的Vodical Position 垂直位置上的位置 那么角度和距离 这里第三章讲的是角度 第四章讲的是距离 第三章和第四章合起来 就可以确定点的平面位置 这样点的三维信息将会被测量出来 那角度测量 我们在这一章节当中 跟大家介绍的是它的原理 仪器的构造与使用观测的方法 还有额外的数值角测量 以及检验与校正 以及误差和注意事项 结构内容和第二章相似 那我们先来看原理 角度测量就包括了两种角度 一种是水平面的平面条的角度 还一种是数值方向上的角度 有两种 那我们来看原理 仪器呢主要有经纬仪和传战仪 两种 经纬仪呢我们也称之 C-Bordelite C-Bordelite 传战仪呢称之为Tortle Station 之所以称之为Tortle 是指它有全部的功能 O方式 它可以测量点的平面坐标 角度距离以及高层 它都可以测 Tortle function 所以呢Tortle Station 这就是传战仪 这是经纬仪 经纬仪呢显然是一单光学一切 所以在现在的教学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会再使用它了 而是全部都使用传战仪 传战仪 那么传战仪的读术和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屏幕上显示 作为教学 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些经纬仪 然后呢就会直接使用传战仪 来进行实验 进行实验 好了 那么 在这个地方 这种仪器可以用来测什么 测水平角和数字角 作为这一章来说 当然一章来测这两个量 但是测角度就包括了测水平角 Harding angle Modible angle 那么水平角和数字角 水平角就是这里说的 可以结合距离一起 来求算呢 点个坐标 也就是它的平面为止 那么数字角和距离一起 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可以进行三角高层测量 三角高层测量 那么也可以用它数字角 和测量出来的斜的距离 倾斜的距离 来求它的水平距离 这是呢 我们所说的 这一个角度测量的作用 它的作用 那么 这一个呢 好像我们 我们要做它 我们先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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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我们来看水平角 水平角 水平角 什么是水平角 我们说 如果地面上有酸热点 A B C 那么 从B点 观测A 有一个方向 对不对 从B点 观测C 是不是又有另外一个方向 那这两个方向之间 肯定就构成了一个角度了 对吧 这两个方向 本身它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是这样 是不是 那角度到底是哪个样子呢 角度就是指 B点到A点的这个方向 和B点到C点的这个方向 它所在的牵垂面 那么 B点上 BA所在有一个牵垂面 BC所在有一个牵垂面 Vodicle plane 这两个握这个内容 之间 所构成的一个二面角 那么这个二面角 投影到水平面上 所得到的这个夹角 就是称之为水平角 Hardent M 水平角 这个能想象吗 有问题没有 或者你可以想象说 我有那么一台仪器 有那么一台仪器 这个仪器呢 有一个两角器 两角度的这么一个文具 两角器 这个两角器的原心呢 刚好就位于B点的正上方 在同一点牵垂线上 那么 我从这个B点看A点的时候 这个视线在这个两角器上 得到一个读数为A 那么这个B点到C点的视线方向 在上面得到一个读数为C 那显然在这个两角器上 所张开的这两个视线之间 所构成的这个夹角 就是这个水平准备的 所以这就是它们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原理 那么如果 地面上投影至两个目标 有两根视线 这两根视线 在水平面上投影 所形成的夹角 就是水平角 注意水平角的曲直范围 为0到360度 确切的价格 确切的价格 应该计为呢 0到360度 0到360度 那如果我要使用某一种仪器 来观测这一个水平性 那大家可以想像 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例子一样 那我应该就有一个 类似于两角器的这么一个工具 可以放在这个B点上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不把这个东西呢 叫做两角器 我们把它叫做 杜盘 Sircle 一个杜盘 Sircle with graduation 那有刻画的杜盘 刻画的杜盘 那么这个杜盘有了 那肯定我配套要有相应的 符数的设备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装有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呢 肯定我要可以描述目标 所以它要可以转动 跟水准仪一样 但是它又不同 大家可以想像 水准仪在转动这个仪器的 这个望远镜的时候 是只能水平转动的 对不对 它不能上下转动 但是这个东西不行 这个望远镜必须要可以 描左边的目标 右边的目标 也就是可以在水平面上可以转动 但是这个目标 有可能是在高山上 也有可能是在山脚下 所以它必须要怎么样 可以上下也可以旋转吧 所以这个望远镜必须要可以在水平面 和树枝面都可以进行自由的旋转 进行自由的旋转 那么望远镜抚养的时候呢 这一个视线应该要画出一个树枝面 什么意思啊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大家想象 这个地方是B点 那么角度A A B C 投影在水平面上得到的价格 就是β 这个β就是它的水平 这个没问题 那么 请问 这个A点如果说 比鲜的这个位置还要高 高到哪里 比如说 这不是插了一个很长的旗子吗 那这个A点如果是这个下面的旗带的下面和旗带的上面 这个角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不会受到影响吧 是不是 因为它是在同一个潜水面内嘛 那么望远镜描准的时候大家设想 我这个读数 B点到A点进行读数的时候 我瞄准A点的下面和瞄准A点的上面 那在度盘上的读数 应该要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A的读数应该要不变 是不是 我瞄上一点和瞄下一点应该这个读数都应该是同一个读数才对 是吧 要不然测出来就不准确了 所以 望远镜在竖直面内进行转动时 也就是望高一点或者是望低一点的时候 这个视线也就是视线轴 望远镜的周线也就是视线的位置 应该要划除一个竖直面 也就是这如果是视线的话 那这个视线描高一点描低一点 在仪器正常工作的状态下 它应该不会改变毒素 不会改变毒素就意味着这个视线所转过的平面 应该是在同一个千层边的 在同一个千层边或者说竖直平面里面 这一点需要大家能够理解的 好了 那这台仪器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说仪器就是前面所说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是老式的经文仪 这个呢是现在的传代 其实在老式的经文仪之前 还有一种仪器 称之为 我反而会知道中文叫什么 叫 tranet tranet 这个tranet 跟这个东西有什么区别 tranet这个东西就是open 开放的 没有这个外壳 没有这个金属的外壳 它的镀盘呢 这个色口呢 也不是金 也不是玻璃的 现在的这个是玻璃的glas 那种呢是金属的 它精度不高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二战一战的时候 这个炮兵它也是需要 使用这个tranet 去计算这个大炮的这个射出去的这个角度 和木顿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 经常可以看到在战争片里面 会使用到tranet 这个呢叫stranet 那么到现在呢就是存在的 就是存在的 好 这是呢我们所说的这一个水瓶角 那么水瓶角呢 就等于度盘的两个图数之差 这个图数之差呢 进行相减 那是a-c呢 还是c-a呢 这个要根据度盘的刻画注尽的方向 也就是这个0123456789增加的方向 也就是directional increasing 那么如果这个度盘增加的方向是 顺时针 那就应该是用c减去a 对不对 如果注盘注记的方向是逆时针 那就应该是反过来的吧 但是呢我们的度盘制造 绝大部分都是顺时针 顺时针 所以呢 都是用右边的目标去减去 左边的目标 这个需要记住啊 所有的水准测量是后势减前势 那么所有的角度 水平角度测量 是用右边的目标 减左边的目标 那我取个例子 大家可能会觉得左右这很不简单 如果这里有一个点 A C FBC 这是一个角度 要测这个角度β 那么请问 哪个是右边的目标 哪个是左边的目标 那它的度盘上进行一个读数的话 那它可能会读的一个A 它读的一个C 是不是 那这个β角就应该用C-A的读数 这没错 那面对这个角度 面对这个角度 就这样啊 面对这个角度 那在左边呢 自然说左边的目标 那它是左 left 它是right 右 始终用右边的度数 解左边的度数 那测出来就是这个β角吧 那对于这一个角 假如说它是不断下一匹 那对外面的这个大角来说 请问 谁是左边的目标 谁是右边的目标 对于下面这个大角来说 谁是左边的目标 谁是右边的目标 那进行测量的时候 应该是A-C还是C-A 它还是这两个读数嘛 是不是 那这个β 经过读数之后 应该就等于C-A 而这个β一写 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A-C 所以它跟高差一样 它的结果 虽然说没有方向 但是是有大小之分 因为这两个角度加起来方法等于360 对不对 你如果是用C-A 算出来是这个小角 如果是用A-C 算出来就是这个大角 所以 如果是这个小角的话 这个就是左边的目标 这个就是右边的目标 那如果是这个大角 那你应该是这样去看 对不对 那这边就是左边的目标 就是C 这边就是A 右边的目标 所以用A-C 就是这个大角的结构 有没有意思没有 左右之分 左右之分 面对角度 面对这个角度 那么 左右进行区分 好 除了水平角 我们还有一个数值角 数值角是指 在同一个数值面内 目标视线与水平视线之间的夹角 什么意思呢 这台仪器不仅有一个水平度盘 它还有一个数值度盘 用来量呢 数值平面里面 这个望远镜 朝上或者是朝下的角度的大小 那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望远镜 上下转动的时候 应该是位于一个千锤面内 是不是 位于一个数值平面内 这样它在水平度盘上的度数 才不会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 那 如果我描述了一座山 上面的点A 那这就是望远镜的视线方向 这是望远镜的水平方向 是不是 那视线方向和水平方向之间的 这个夹角 就称之为数值角 称之为数值角 好 那么 往下 那这个也是数值角 是不是 那么是指的视线 与水平视线之间的 这个夹角 也称之为数值角 好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要区分 我们先后换其他的 仪器的 光远镜的视线 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 就称之为 这一个点 到目标的数值角 这些 与此相关的还有什么呢 如果这台仪器加到这个地方 它总有一个指向天顶的方向 也就是往地下 是朝着地心的迁垂线 那迁垂线的反方向 是不是指向天顶呢 那这个就称之为天顶方向 天顶方向 那么这个天顶方向和视线方向之间 也会有一个加强 这个加强就称之为天顶距 称之为天顶距 这个就称之为数值角 这个天顶距和数值角 它们加强应该等于什么 90度 对不对 加强应该等于90度 好 这是朝上看 那朝下看呢 这也是 上面是天顶方向 天顶方向和视线方向 那这两个 这两个方向之间 这个也是天顶距吧 那视线方向和水平方向 那这个就是数值角吧 数值角这个是正的还是负的 因为在水平视线以上是正的 在水平视线以下是负的 那么因此 这个大的天顶距 减去这一个数值角 它还是会等于90度 所以天顶距和数值角之间 永远都会等于90度 这个希望大家要注意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 因为 这个玩意呢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呢 这个东西 角度呢叫数值角 但是更多的 呃 在这一本仪器里面 它没有数值角 这个三个字 没有这个词 它写的是什么呢 在更多的中国文献里面 它其实不是写的数值角 而是写的这个 垂直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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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 写的是这个 垂直角 而不是数值角 比如说 怎么样 这仅仅是称呼上的不一样 就是在大家使用到实验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仪器里面根本就没有数值角 这个东西 它只有一个什么 垂直角 那垂直角呢 就是我们这里上课所讲的 数值角 天敏锯还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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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 天敏锯和垂直角 加起来 那等于90度 这是固定的 那么 这一个数值角呢 指的是 目标实现 和水平实现之间的夹角 那么 仰上 就是往上看 那是有个正的 往下看 那是有个负的 它的曲直范围 正是从负的90度到正的90度之间 它可以负 也可以正 但是它不会超过90 不会超过90 那么天敏锯呢 是从上面的这一个零方向 天敏方向为零方向 开始算起 所以它的范围是0到180 0到180 它的两个加起来 天敏锯加数值角加起来 永远等于90度 90度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个 那么 要进行这种观测 那说明这台仪器呢 也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 在数值平面内 那我就应该要有一个度盘 对不对 我可以 才可以来进行读书上量 这个角度的大小 那么这个度盘呢 放的时候呢 就应该是处于一个千存方法 我不能斜着它两个 是不是 就必须处于一个千锤面之类的状态 这样整个度盘才能进行读书 那么 我们来比较一下水平角和数值角之间的区别 在这段图里面 请问大家 一个水平角 我要有两个读书 是不是 要有两个读书 加到B点 我瞄准A和瞄准C 我要有两个读书 比如是两个 用右边的目标 剪左边的目标 就得到一个角度 所以一个水平角 由两个目标进行读书 那我们再来看 数值角度 数值角同样的 一切加在B点 我对A点进行读书 那算数值角的时候 A点的读书 和水平实现之间的读书 之间的差值 就是数值角 那这个水平实现方向 有没有目标 有没有让你瞄准的目标 没有 它根本就没有目标 它也没有让你去瞄准 是不是 望远屏是瞄准的这个A 所以在继续数值角观测的时候 它跟水平角不一样 水平角观测的是 两个任意目标之间 所行政的夹角 而数值角是 一个任意目标 和一个特定的方向 之间所行政的夹角吧 所以水平角是一样 跟目标对应一个角度 而数值角是 一个目标 就会对应一个角度 那么它这个水平方向 大家就会说 那我都没有瞄准 我也没有读书 那我怎么知道 计算这两点之间的读书差 仪器在制造的时候 就应该要叫水平实现 要把水平实现的读书 要确定下来 也就是将 把望远镜放平 放到水平位置的时候 这个读书应该是什么 固定的 不变的 所以我只需要读一个数 然后从这个固定的读书之间 进行向前 就可以得到这个垂直角 能否理解这一点 这是这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目标C 它也有一个数值角 那请问 目标A和目标C之间的数值角之间 有关系没有? 有什么联系吗? 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任何的联系 水平角不同的目标之间 共同构成的一个角度 对不对? 但是对于数值角来说 一个目标对应一个数值角 不同的目标之间的数值角 没有任何关系 它们不构成任何空间上的相对关系 不构成任何空间上的相对关系 这是我们所说的 数值角的这么一种概念 数值角的这么一种概念 好,接下来我们简单看 用经过的仪义来进行这种角度的测量 让它仪器的构造和结构一起读书 我们先说明呢 这种仪器目前已经全部被淘汰了 但是作为教学 我们会把它的原理简单的讲一讲 真正在做十月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会是始终传在意 作为理论人进行讲解 那么它的展示可比较清楚一点 这是不同型号的特效仪器 那么有这种是经纬仪 这种是电子经纬仪 电子经纬仪 跟水准仪类似 我们刚开始今天上课之前讲过了 那么如果是水准仪 我们说水准仪有不同的区别 所以我们在写它的型号的时候 会写真DS 这个 E DS 3 然后还有DNA03 对 那指的是每公里往反测 它的高差 中速的标准差 是一毫米三毫米 也是一样 它也会有几秒的仪器 比如说6秒 2秒 然后呢 30秒 0.7秒 0.5秒 侧脚的仪器 目前来说 最高的指标是0.5秒 不管是中国产的还是西方国家产的还是日本产的 都是一样 最高的是0.5秒 而0.5秒的制造工艺呢 极其复杂 大部分国家暂时无法生产 无法生产 像中国制造的0.5秒机的仪器呢 特段来讲啊 还不算特别好 那么最好的呢 应该是这个 瑞士和德国类别的 它的仪器比较好 当然美国人都是天保的仪器呢 也还不 也还可以 也还不错 日本人也有很多 但是日本人的仪器呢 应该还比不上 瑞士和德国以及美国人产 这是呢 一技 那么它的这个六合 二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二 二指的是一侧为 角度 一侧为一方向 这标准差是2秒 大概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一技加在这里 这有个目标 于是呢 我用特定的方向 看一下 测一下 得到一个读书 我再读得一个读书 这两个读书去平均值 那么这一个方向 它的精度是2秒 2 seconds 是2秒 它也是一个标准差 有标准差 大概这个数字 应该是越小 这个仪器就越好 是不是 大家可以 从价格上再体会一下 一台六秒级的仪器 那比如说 中国产的 这种最普通的 如果是传在于的话 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可以 1万 称造成人民币 那么如果是 呃 进口的 比如说 美国产的 或者是瑞士产的 大概它的价格是在 2万多页 因为 因为有tex 关税 关税 并且呢 呃 主要的品牌 是什么呢 是 来卡 这个 这个大家也知道 嗯 它最著名的东西是什么 相机 相机 对 对 摄取 但是呢 它做测量仪器 是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那么 那么 如果要到0.5秒 这台仪器的价格 会要到多少呢 到30万 30万 那就是 300 30万 啊 这个价格差 非常非常之大 啊 非常非常之大 啊 啊 那我们来看 作为一个普通的 光学的金管仪 它有什么东西 啊 它有光学镜定 啊 这个光学镜定 啊 这个光学镜定 啊 在这个下面啊 从这里看进去 从这里看进去 有水源镀盘 装在这个圆盒子里面 啊 二层的色口 然后呢 有圆水分器 啊 色归了 啊 就 然后有七座 七座上有三个 角合选 这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上 它也有一个圆筒 这里面呢 也会有一个 镀盘 我的口色口 我的口色口 这个水平的镀盘 就是用了这个水平角的 这个数值度盘 就是用了这个数值角 好 为了进行读数 那么这个 可以了准 这个光远镜 整个的基座以上的 这部分 我们把它称之为 照度度 这个东西呢 可以在水平面里 360度进行旋转 那这个光远镜呢 在两个的支座的支撑下 可以在数值平面里面 进行旋转 所以整个光远镜 可以水平360度 数值方向360度 720度的进行旋转 那么 这个 读数值角 这个 读水平角 就是它 大概的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光远镜 它边上 会有一个显微镜 显微镜 这个显微镜呢 是用来进行读数的 用来进行读数的 当然 评论班的同学 我可能就不会讲那么细的 因为我们是中文 所以说 我们这里呢 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但是这个仪器我们不会使用 不会使用 好 那我们来看 它的使用基本的安置架设 这个呢 跟我们的是完全一致 这里呢 我们留到下一次课 再来讲它的这个仪器 是如何使用的 这里我们仅仅讲 跟我们英文版本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额外稍微多出来的一部分 那就是读数 因为它的安置仪器架上 瞭准这些东西都是同样的 当然 那么就是读数这里 那么 至于如何安置仪器 那些东西我们回头 下节目再讲 这里讲读数 如果你万一碰到了这种仪器 那读数在哪里呢 在这个管子里面进行读数 那么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这个相近 那么这个头都是可以旋转的 就是可以用的进行对焦 让这个读数变得更清楚的地方 至于其他的这些螺旋 它的使用跟经纬 跟传载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它的角螺旋 它的水平方向上的微动 这个我们留下 好吧 这个地方比如说它有制动 这些东西呢 它在传载仪器上都会有 但是有什么区别呢 可能在传载仪器上 做得更漂亮一些 更fashion一些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进行讲读数 如果这个望远镜 调整了目标 那么你要测水平角 就读水平度盘的读数 如果要测数值度盘的读数 那就读数盘了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在这个读数窗户里面 你将会看到什么呢 将会看到类似于这种结构 这种窗户 因为它是光确的需要人工读数 那么我们说 这一台仪器它有两个渡盘 一个水平渡盘 一个数值渡盘 是不是 那么水平渡盘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的 如果是中国人造的 上面写的就写的上 两个汉字 水平 那么也有可能呢 写的是Hard 或者是直接 一根横线 那么数值渡盘呢 会影响在下半部分 或者Boss 或者是反过来 那么 或者呢 打一个窝袖口 或者是一个锤石的符号 这是数盘的读数 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那么也有可能这两个 反过来也是可以的 好 关键是怎么读数呢 大家可以看 这个地方 这个窗口里面 这个窗口里面看到的 上面部分和下面部分 是两个渡盘 合起来通过光学影像 成像在一个窗口里面 所以 你如果是测水平角 就读这一块 如果是测数值角 就读这一块 对 方法相同 那 读什么呢 这个上面显示出来的 就是渡盘 加上了这个0到6的封位尺 这个0到6的小尺子 它是不动的 它是不动的 当你转动仪器的时候 动的是什么呢 动的是上面的这个数字 那 怎么读 先读它的 度 Degree 度 这里显示有214 还有一个21 读谁呢 显然 读显示在窗口里面 最小的这一个 于是它的度 就是214度 那读完度 214度 读完度 自然就应该是不分了 分 那么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来看 那么 这个时候 0到6 分别代表的就是60分 这里就是 0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用这把小尺子 这把小尺子的长度 刚好就等于这两个长的度之间的长度 因为一度它就等于60分 分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个214 超过了这个0 它有多少个格子 那 一个格子 就是一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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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于是这个地方 2140的线 在这个位置 那超过了0 10 20 30 40 50吧 那50几呢 51 52 53 54 是不是 所以 它是 54分 那接下来 分数完了之后应该是什么 秒吧 好 但是这一个格子 只有一分 一分等于多少秒 60 是不是 类似于水准测量里面最后的一个毫米数的固度 那你可以估计 这个214 这根线 超过了4分的几分之几啊 在最后这个格子的几分之几啊 大概0.7吧 我可以这么说猜吧 是不是 大概0.7 所以呢 最后这个秒呢 大概就是0.7 个格子 一个格子是一分 那一分就是多少秒 就是 那 它乘以60 是不是等于42秒 是这么来的 明白没有 因为这个我不会仔细去讲啊 因为我们实验实习都不会用到它 但是 我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像这种仪器 它并不是在世界各地 它已经完全淘汰了 也不能这么说 只是说呢 它正在接近五年以来 听到说这种仪器基本上很少见 但是并不是说你就不可能通到它 你要碰到它呢 你必须学过 你还是要知道怎么用的 是不是 所以呢 214度 54分 42秒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说了 这是水 水平度快的读书 那水平度快的读书 那水平度快的读书 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那请大家自己试一试 这玩意的读书 应该是多少 首先度 应该是多少 嗯 好 78 78对不对呢 不对 79 刚才我讲这里的时候 我漏了一句 对不起啊 是我的问题 这个数小没问题 还要看一个什么呢 哪根长的指折线 位于0到6之间 也就是说 因为它深入这个分位置去量的 所以只有它这个指折线 落在了0到6之间才算 而它是没有落在里面的 所以它其实是小游行 对不对 对不起啊 这个是我说过的 所以是79度 79度多少分呢 多少分 那从0开始数 一个格子就是1分 那于是 1 2 3 4 5 所以79度 0 5分 多少秒呢 这个大概就是0.3 0.4的样子 是不是 0.3 那我又是79度 0.5分 18秒 如果是取0.4 那就是24秒 对不对 所以它的最后的这个地方 它都是6秒的整倍数 像这种旧老式的经文一样 它都是6秒的整倍数 对不对 这是这一个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 那如果万一 这个数据不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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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在上面这种情况 这是指标性刚好位于0到6中间 那如果刚好出现214在这个6上面 215在这个0上 那到底怎么办 那是214那个度还是215这个度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取214 那就是214度 多少分呢 从0过来 60分 是不是又是215多 所以你取215度 那就是215度 0分 对吧 还是相等的吧 所以呢 这是一样的 好 关于这个经文一样 我们大概就先讲到很多 下节目呢 我会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除了这种东西引起的读书窗口之外 我们还有精密的这个窗口 当然我们也是花几分钟接 但是过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讲 好吧 好 我们今天的课在这 下个星期别忘了先去做实验 练习的话大家也该接受做 反正当练习3 嗯 练习1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